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代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谢霜来看新闻 3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对于记者提问 有媒体报道 海地政府要求台湾所谓驻海代表刘邦志 72小时内离境 原因是其余海地政府 海地总统莫伊兹因故发生激烈口诀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强调 及早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才是正确选择 耿爽表示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耿爽说 近年来巴拿马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等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顺应历史潮流 先后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与中国建交 中方同这些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互利合作 结出丰硕成果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与海地以及其他台湾的所谓邦交国的情形 形成鲜明对比 包括海地在内的有关国家 想必对此冷暖自知 耿爽再次强调 台湾当局搞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没有出路 相信有关国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及早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才是符合本国和本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19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台湾方面的原因 在台湾高校注册就读大陆学生的权益受到损害 台湾当局和台湾有关高校应当切实负责 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据了解 目前在台湾高校注册就读学历的大陆学生有8300多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民进党当局限制大陆居民赴台的措施不断升级 有关学校也未就陆生返校做出妥当安排 2月6号起 民进党当局全面暂停大陆居民赴台 使陆生在台湾各高校开学前无法返校 与此同时 台湾各高校于2月底至3月初陆续正常开学 仍要求陆生按时缴费注册 一些高校未认真对待陆生无法返校 及由此导致的学业安排等问题 没有采取必要和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有的学校甚至在收取陆生学费后 要求其延缓一学期入学 朱凤莲指出 大陆有关方面高度重视陆生返校学习面临的阻碍 和由此引发的有关问题 8300多名陆生在台湾高校有学籍 多数陆生要在台湾居留4-7年 少数陆生面临今年结束在台学业 他们有如期返校就读的正当权利 台湾方面在岛内高校仍能正常开学的情况下 不许这些陆生返校是明显不合理的 严重损害了8300多名陆生在台就读的正当权益 台湾有关高校没有为陆生争取应有的返校就读权利 一些高校轻乎解决陆生返校受阻面临的问题 由此造成陆生学业被耽误 甚至会影响正常毕业就业 严重损害陆生的权益 近一个时期 广大陆生强烈要求台湾有关方面 证实他们的正当权利和诉求 纠正不合理做法和相关安排缺失 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 他们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及岛内有关高校 理应保障陆生返校就读权益 不应片面强调防疫 而罔顾陆生返校就读权利 必须改变针对陆生的不合理限制 为陆生返校提供必要保障 合理安排陆生返校的必要防疫措施 在陆生被迫无法返校或延期返校的情况下 台湾相关高校应当重视陆生的诉求 做出周到安排 采取应有的补救措施 合理解决陆生关切 避免陆生学业受影响 经济受损失 据了解 受疫情影响 目前在大陆高校注册就读学历的 台湾学生尚未返校 大陆教育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统一部署 适时决定各地高校开学时间 有关高校已就开学前 学生的疫情防控 学业安排等做出安排 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一样 按学校统一安排 执行各项教学要求 和疫情防控措施 朱凤莲表示 尽管疫情让大陆的经济社会生活 受到一定影响 但大陆方面一如既往 重视关心台湾学生 各有关部门和地方 将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让疫情结束后 台湾学生在大陆学习和未来发展 更加放心安心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养心用好药 百年一安宁 本栏目由一安宁丸赞助播出 由于境外输入病例激增 台湾连日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创下新高 岛内民众的精神也日益紧绷 这几天不少人除了到药局排队买口罩外 还急着赶到超市 抢购各种生活用品与食品 从18号晚间起 台湾各地的卖场 都出现民众疯抢物资的状况 19号当天 原本10点才开业的美式卖场 9点10分就已提早开放 有民众怕抢购不到货品 8点多钟就冒雨在门外排队等待 我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会睡不着 昨天来买东西的时候 想说顺便买一下 说没有 然后说要今天一大早来买 所以我们就只好今天一大早来买 卖场内 每个人的手推车上 大多有一大提卫生纸 尿布 厨房纸巾 以及鸡蛋鲜奶等 当天上午10点半前后 卫生纸就已经缺货 并有消息称 由于台糖原料库存不足 岛内酒精已在减量供应 台糖负责人 19号则在立法机构亲口证实 现有的酒精存量 只能供应到4月份 目前已紧急进口 一天大概现在是3万瓶 所以大家难怪会紧张 你没有产量 根本就没有产量 对吧 是 你认为市场的需求是足够的吗 一直都还是市场 还是需求非常殷切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9号对外公布 台湾当日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7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1例为本土病例 台湾累计确诊108例 而对于连日来 岛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不断创下新高 被岛内社会封神的台湾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承认误判情势 那时候我们是预估到会从欧洲回来 但是也确实也必须要承认 我们没有估计到会快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疫情引发的骨牌效应出现 蔡英文似乎有些坐不住了 19号下午 她在办公室发表谈话 希望能够稳定人心 有网友直呼 岛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破百的新闻 威力太大 还有网友怒斥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超前部署被夸 民众超前部署却要被骂 岛内各界连日来 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建言 面对疫情延烧 恐对各产业伤害持续加深 应扩大纾困预算规模 才能普及所有受创产业 度过疫情难关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在岛内的持续升级 蓝英人士近来不断呼吁蔡英文 赶快颁布紧急命令 但蔡英文坚持不采纳意见 多次表示 目前防疫已经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没有颁布紧急命令的需要 自从岛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暴增到一百例 国民党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和蓝英明代 就不断建议蔡英文 颁布紧急命令 结果只引发一轮政治口水战 要不要发布紧急命令 你的好朋友国民党 现在正在全力发动 我觉得他们 参当脑筋不太清楚 就算蓝绿各阵营 为此争吵多日 蔡英文依旧坚持己见 我们现在的疫情都还是在掌控范围 而且台湾的经济基本面也良好 动能也都还在 股市也有因应的机制 所以目前所需要防疫政策 也有法源的依据 现在确实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需求 蔡英文说 现在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需要 但是外界也好奇 要到什么程度才是有需要呢 据了解 台湾过去曾经四次发布紧急命令 最近的一次是由于1999年 发生在南投的921大地震 当时造成2000多人死亡 上万人受伤 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 在灾后发布紧急命令 为的是让财政可以弹性运用 不需透过程序就能直接下令 再往前则是1988年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蒋经国逝世 1978年的所谓台美断交 以及1959年台湾中南部的 八七水灾等事件 未来如果情形情势有变化 造成更大的经济跟社会的冲击 我们会是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甚至于是快速修法或者紧急命令 不过蔡英文最终没有把话说死 台湾媒体指出 在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3月19号起限制非台籍人士入境后 未来14天对于台湾地区的防疫 非常关键 蔡英文说会不会发布紧急命令 随情况而定 但岛内医师也提醒 台湾防疫形势远比想象的严峻 随着境外移入病例进入高峰期 防疫措施应该更严谨 避免产生破口 让防疫破功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来看看岛内媒体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好的 卢强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霜 岛内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并且是首度全面限制非台籍人士入境 引发岛内民众恐慌 那之前的新闻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许多大商场都开始出现抢购潮 有卖场人员就表示 这波抢购潮是疫情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来客数比平常增加一倍之多 其中呢 以卫生纸泡面两项商品 这个抢购的人是最多 几乎是把卖场的库存清空 虽然蔡英文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不断地出来向台湾民众喊话 物资充足 物资充足 但是民众就是不信 我们来看今天刊登在联合报上的这张漫画 在防疫第一波的时候啊 苏贞昌就说 口罩一定够 那民众听了则冲向超商买口罩 到了这波防疫的时候 苏贞昌又出来说 物资充足 物恐慌 那同样的场景又再次上演 大批的民众冲向卖场买东西 画面上苏贞昌的不以为意 和民众们的惊慌失措 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的是很讽刺啊 苏贞昌说什么 民众就不信什么 因此呢 作者给这幅漫画总结为 苏贞昌发言成反指标 就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 那这段时间呢 民进党当局的一些官员啊 已经是迫不及待 自得自夸防疫成效 甚至呢都开始所谓造神 讽刺的是许多台湾民众却认为 幸好啊是不相信民进党当局的话 不相信他们找来专家说的 不必戴口罩 才能在第一阶段防疫有成 而当台湾开始面对疫情的第二波攻势 病毒呢可能从全球各地入侵时 台湾北部某高中因此直接和间接 造成二例确诊而官校停课 如今的状况啊 不少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都建议 台湾现在应该要宣布社区感染了 但是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则仍然是咬文嚼字 以为符合本土确诊多于境外移入 而不承认社区传播 那虽然呢 现在台湾上下没有人敢逆时中 不过当岛内民众看到有关学校停课 没社区传播 又听到没有旅游史和接触史的 本土确诊案例 两只脚啊 恐怕还是不听疫情指挥官指挥 下班后先冲进卖场 买买买再说 所以台湾媒体啊 提醒民进党当局 疫情当前 民心是脆弱敏感 相抢不及相让也难 因此呢 必须提供民众信心 否则将生更多乱世 好的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谢霜 好的 谢谢陆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岛内经济 台所为央行 19号宣布降息一码 即0.25个百分点 必寄出2000亿元新台币资金 帮助中小企业 但利多消息还来不及反映在股市上 台股在恐慌性卖压下 19号大盘指数重挫537点 我们的重要决策呢 就是降息一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岛内经济真的就快挡不住 台所为央行19号决定 降息一码 在贴线率从1.375%下降至1.125% 超越金融海啸时期 创历史新低记录 台所为央行强调 这次降息不是为了刺激经济 而是因为这次疫情冲击范围太广 降息的目的是要帮助企业营运 减轻家庭财务负担 不过利好消息很来不及反映在股市上 19号台股大盘指数 开低走低跌破十年线 已经到了一个低点了 原因是因为你看到这个是极致的恐慌 对于疫情的反映 包括台股也是 台股到西岸维持大盘部 相对来说其实都已经过度恐慌 疫情终究会有控制的一定 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有一个信心 就是说疫情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一定会被控制 尽管台金融管理部门 不断信心喊话 但岛内投资人似乎难以放心 依旧失望性卖压涌入 台股的指标股台积电 在19号盘中股价一度大跌9.5元 最低下探至235.5元新台币 之后散户趁时大量买进 才稳住股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岛内金融市场 台行政机构19号晚间宣布 应急基金20号进场互盘 为了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再升级 新北市长侯友宜再次率先部署 喊出新北市公有封闭型场馆 像是博物馆运动中心等 未来两周将暂时关闭 不过台北市却不打算跟进 新冠肺炎持续延烧 现在有一例疑似确诊个案 曾经就在北市的这个运动中心打篮球 现在场馆紧急暂时封闭进行消毒 新北市这间小学附设的运动中心内 贴有一张消毒告示 因为一名确诊个案 3月14号曾在这里和朋友一起打篮球 虽然当天没有症状 但已经引发担忧 家长难免会有担心 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直接跟个案接触 所以目前的状况场馆也做过消毒 那我们就是请家长再比较落实地 做一下勤洗手还有体温监测 不止学生家长担心 这一案例似乎也让新北市长侯友宜 再次率先做出防疫部署 宣布新北市的公有封闭型场馆 包含运动中心 图书馆 市民活动中心 以及文化场馆都暂停对外开放两周 我们在做疫调里面 也发现个案曾经到封闭的场馆里面使用 为了确保新北市市民的健康 在这高峰期请大家都体谅 侯友宜展现果断力 但紧临新北的台北市不打算跟进 台北市强调 封闭场馆会等紧急命令颁布以后再说 目前相关的封闭型场馆 会采用实名制登记让民众入场 但不会关闭 同样是防堵疫情 新北台北的考虑各有不同 台湾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几日快速增长 也让不少民众心理压力倍增 据高雄市政府统计 高雄市卫生局设置的心理关怀专线 接到民众咨询电话的频率比原来高了15倍 就是会觉得比较焦虑 会担心害怕被感染 心理咨询师透过话筒耐心倾听并给予建议 不过讲电话的对象不是为了感情因素 也不是工作不顺 而是因为新冠肺炎 目前也超过百例的确诊了 民众会比较有心理上的一些焦虑担心的情形出来 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礼拜的求助量其实是提升的 随着台湾疫情越来越严峻 病例数破百 民众除了对于自己及家人的安全感到焦虑 家庭问题以及对外的人际关系 都让情绪起伏有明显波动 认为外面比较危险 所以他也会要求他的家人不要去外出 所以可能就会有些亲子的一个冲突的状况 如果我是一个居家检疫的人 那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邻居 周遭还有我工作同仁他们怎么看我 因此关高雄市卫生局设置的心理关怀专线 就从原本两三天一通咨询电话 最近变成每天好几通 一个月内处理43通电话 另外在身心科门诊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就诊的人数也多了两成 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到这件事 疫情它牵动的层面是很广泛的 我都病成股票赔得蛮残的 就是脑袋当中会一直围绕着这样子的想法 因此台湾医师就提醒民众 先做好物资及居家防疫准备 并且关掉错误讯息 转移焦点到运动或是其他事物 并跟自己信任 以及充满正能量的对象联系 最后保持正想心情 才不会疫情还没失控 自己就先崩溃吓破胆 本栏目由金砖会物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修钢管居民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继续来看新闻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全球实施疫情数据 截止北京时间20号早上7点 全球范围内 已有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242191例 欧美疫情形势严峻 美国 法国 德国 在19号确诊病例数都已经突破万人 而意大利死亡病例 已经成为全球最多 意大利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 19号透露 截止当天18点 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41035例 死亡病例升至3405例 治愈4440例 当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较前一天增加5322例 累计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27例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 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 在当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在现有确诊病例中 有15757名患者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 2498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另有14935人居家隔离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于柏林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天德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增至10999例 较前一日增加2801例 累计死亡病例20例 数据显示 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州是 西部北威州 南部巴弗州和巴伐利亚州 确诊病例分别为3033例 2155例和1692例 首都柏林确诊病例为573例 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19号也表示 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10995例 累计死亡病例372例 另外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办公室 19号发表声明 确认阿尔贝二世亲王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声明表示 阿尔贝二世亲王的病情不严重 医护人员正在密切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目前阿尔贝二世亲王在其私人宅邸继续办公 与内阁成员等保持着联系 据称他是首位感染新冠肺炎的国家元首 至于美国方面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美东时间19号20点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3680例 死亡200例 其中确诊病例数字几乎比24小时前翻了一倍 有美国官员表示 随着检测的铺开 确诊病例还会快速增长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布最高级别旅行警示 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出境旅行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 在白宫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他敦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加速针对新冠肺炎药物的审批工作 一种抗疟疾药有可能很快应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表示 正在加快新冠肺炎疗法的审批工作 但需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一种背影 盘山却堵地 有一种背影 逆行却出发 有一种背影 既然是力量 离别 新干线 那时 你保证 拿回来 我广告一点 你看我 还敢 你要 你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2020年东京奥运会圣火 19号抵达位于雅典的帕纳西奈科体育场 交接给东京奥组委 交接仪式的规模比以往大幅缩减 文艺表演也全部取消 东京奥运会圣火12号 在奥运会发源地 希腊波罗奔尼萨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 采集成功 随后开始在希腊境内传递 然而火炬传递仅一天后 即被希腊奥委会叫停 原因是大批人群 不顾新冠肺炎疫情防范的警告 围观火炬传递 希腊奥委会最终决定 取消在希腊境内的火炬传递 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竞选人加巴德 19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退出竞选角逐 他同时表示 将支持前副总统拜登竞选美国总统 加巴德现年38岁 来自夏威夷州 去年2月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加巴德退选后 民主党只剩下拜登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 桑德斯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 共和党方面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提前锁定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好和微信公众好 好的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